我是汪 今天我們要繼續來點 阿百白傳說 上一集我們把我們所擁有的 基礎法術書全部都學過了一遍齁 那雖然說他們是基礎啦 但是有一些能力還是蠻OP的 比如說冰凍術可以把別人直接 凍結在一個地方 讓他們不能動彈 很厲害 還有這個 呃 念力啊 念力它可以讓我們目標物的武器 直接從手上脫落就變成 呃 它的武裝被卸掉了 不知道這可不可以在怪物身上實行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可以直接搶奪怪物的東西 感覺很厲害 呃 那 基本上 呃 還有就是心智老亂說 反正就是各種很厲害的東西 雖然說只是基礎法術 但是他們作用還是蠻大的 那 今天這一集的話 呃 汪汪就是想要來去逛一下 我們的法術祭壇來稍微去刷一點寶 好 那 這個法術祭壇只是小的祭壇啦 我往往找不到大的 那我們也是刷一下給大家看 那我們也順便帶個法杖出門 呃 這一集法杖 我就給他弄了這個很厲害的冰凍術跟念力 還有心智老亂術 呃 召喚僵之跟召明術的話只是單純 呃 召喚僵之我測試東西的時候好用 然後召明術的話就是 有玩家上進的時候煩他很好用 呃 來給大家稍微看一下這個照明術好了 就我這邊 放一顆球球 放兩顆球 放三顆球球 然後圍他們這邊感覺就是超級煩人的 好 那我們就 呃 法杖帶兩把嗎 嗯 帶兩把出門好了 多玩一把 欸 可以雙持 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黑黑的 呃 小柱柱 那個是我們 呃 法術的那些符文的那個磚塊 我們到時候也可以挖一點回去 我要來用念力 看看會出現什麼怪物 欸 等一下 這是狗 呃 喔 喔 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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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普通的狗狗 它是被寄生的狼 那 那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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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幫你解脫你的生命 我來把它變成動狗狗 動狗狗 你好嗎 動狗狗 嗯 很乖乖 即使你變成寄生蟲狗狗 你還是好狗狗 我來了結你的生命 等一下齁 那這樣心智老亂術的話可以讓他 呃 呃 你怎麼跑 掉了 來來來 心智老亂術 心智老亂術 欸 嗯 沒有用嗎 還是說我拿兩個髮裝不行 欸 欸 你怎麼掉下去了 好噁心喔 來 心智老亂 心智老亂 喔 有有 它心智被老亂了 喔 那它這時候 喔喔喔 還有另一隻僵屍犬 怎麼那麼多僵屍犬啊 好啦 我幫你們了結生命啦 我來我看看你們哈 GoGo Bye Bye 呃 好噁心喔 不要 好噁心 不要 不要在狗狗裡面生蟲蟲 噁心死了 那這邊的話 這是什麼法復祭壇啊 嗯 要再看看欸 它會生 腦鬼是不是 我們拿個 十字鎬 呃 好 呃 就可以來把它給 挖掉了唷 喔 好 好 好 出現了什麼神奇的東東嗎 喔 有什麼東西爆炸了 來來來 把這個腦鬼給打掉掉 喔 痛痛痛痛喔 我先到一個比較高一點的地方 然後準備 拿起我的冰凍樹 冰起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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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欸 怎麼沒冰到 啊 冰到了一個 欸 它們冰起來沒有用喔 欸 它們 會飛的這生物冰起來沒有用欸 欸 怎麼這個樣子 那冰凍樹還是有比較差的地方 那我們來試試看 念力對它們有用嗎 它們算是小物件嗎 呃 來看一下這個 嗯 念力 你們所算有劍劍 可以把你劍劍拿掉嗎 呃 不能把它劍劍拿掉欸 喔 好 那這個念力對我們的腦鬼是沒有用的 我們到時候再看看有沒有其他生物 唉唷 出現了唷 這邊有一隻會打手槍的傢伙 看我使用 念力 看看你會不會掉武器 呃 看起來它是不會掉武器的欸 那它的掉武器是不是 只會掉玩家身上的武器啊 欸 那邊有一隻什麼蟲蟲的 欸 你看起來好可愛喔 呃 你是 哇 血超厚欸 它會掉一個南瓜喔 還會掉 喔 這個是我沒有看過的 也是RPG模組的東西是不是 喔 來 先把它們刷掉 我現在打它們就沒那麼麻煩了 可以很輕鬆的刷掉它們 喔喔 怎麼 突然又變成 往槍械翻過去了 喔 RPG模組的東西 我們回家再研究看看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祭壇裡面 會開到什麼好寶箱哈 來 欸 是 呃 喔 我又拿到一本念力書了 其他都是垃圾 呃 好 所以我們獲得了 垃圾 對 我們獲得垃圾 欸 來回收一下 這個 符文石 看一下它的做法 它的做法是 喔不對 它的做法是用我們的神秘水晶 所以它這是一個神秘的小祭壇齁 神秘水晶搭配石頭就可以製作了 那我們就來回收它一下 這個到時候可以拿來當一些特別的素材來使用 我們第一個小祭壇就搜刮完畢了 就可以去下一個小祭壇試試看了 那 接下來哪一個小祭壇比較近呢 喔 都有一千公尺之外欸 有點遠 喔 這個 E的祭壇有點近 呃 F 跟 G 的也偏遠 那我們去找 E 的吧 看到了 那邊有一個比較大的符文石 呃 這個 看起來跟我們這個神秘符文石好像很像齁 它也是神秘的符文石嗎 呃 F 的 它是 D 的符文石 它會生這個 蜘蛛 呃 這個是有毒蜘蛛嗎 所以 呃 看一下齁 呃 我們把它來挖掉吧 挖掉挖掉挖掉 這隻是怎麼沒有想要打我的意思啊 你 你有想打我嗎 啊 等級10欸 來來來來來 欸 欸 好像lag了是不是 伺服器lag了是不是 呃 欸 那 那 那就 呃 沒關係 我照打 我只是來收集東西的 還有什麼怪物其實不重要 再來開一次香香 看看這個 土的小祭壇會不會有比較好的東西 呃 呃 不對 它只有輸而已 更加的爛 爛透了 呃 沒關係啦 那 起碼有這個看起來很漂亮的符文石可以收集啦 呃 好 那接下來就再度拿起我們循環模組的終界之書看一下 啊 剛剛我們去過 B 嘛 欸 我們應該是去 B 吧 啊 我有點忘記了 那我們現在是在 E 我們先把 E 刪掉好了 不然的話 會忘記我們去過哪邊 嗯 看一下齁 呃 我們應該是去 啊 對啊 我們應該是去 C C 離我們比較近嘛 嗯 那也刪掉 不然會搞混 嗯 那接下來哪一個比較近呢 好像都 挺遠的 那我們開始用傳送的吧 我們傳送到 A 那邊去 消耗掉一點經驗值 傳送到 A 它在 喔 在這邊 它是一個什麼祭壇呢 是一個 呃 治癒的祭壇齁齁 啊 那這治癒的祭壇它會生獅殼 嗯 你好 那我們也是把這個真鑽給挖掉 獅殼打掉 喔 好多獅殼喔 天啊 來 我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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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來治癒你們了 小獅殼們 我要用我的大棒棒來治癒你們 那我往稍微把它們清掉一下 我們再來開箱哈 好 再來開一次箱 今天就是不斷的開箱就對了 看一下齁 裡面 喔 有 稍微有一點沒有學過的卷軸了 等一下可以來稍微玩一下 還有毒魚蛋跟電擊蛋 那 呃 除了電擊蛋以外 這兩個蛋真的是沒什麼用哈 這電擊蛋它稍微 呃 還算是稀有一點 因為它用雷電水晶來做 呃 這個也來收集一下下 我看看 我瞧瞧 喔 這個摧毀碎石真的很好用 可以快速的收集這些東西 等一下那邊怎麼那麼多羊淚 獅殼被羊妹妹圍毆了 這也太可愛了吧 這個畫面 來啦 來啦 那個獅殼你太可憐了 我來幫你把羊給幹掉 呃 它沒有人來攻擊我的意思吧 好好好 羊我幫你們解決掉了唷 呃 接下來就是 這是A嘛 那我們再把A給刪掉 接下來來去個 欸 嗯 我剛剛沒有把A刪掉嗎 呃 我先來看一下好了 呃 有把A刪掉了 它有時候會顯示比較Lag 哈 那接下來就來去 B好了 喔 今天就是各種找祭壇 啊 這個我們是不是看過啦 這個 喔 也是神秘的 那 喔 它會有腦鬼有點麻煩 要趕快挖掉 挖掉挖掉挖掉 耶 來開箱箱 喔 是進階的 但是我們有了 喔 開這個小祭壇 感覺都沒有一些 書書什麼的 好虧的感覺喔 唉唷 這傢伙走路速度好快喔 他叫什麼 長壁獸 看看可以對他使用什麼神奇的魔法 呃 我這邊有個 呃 冰凍召喚 呃 來來來來 冰起來 冰起來 欸 他冰起來還是可以移動欸 喔 這個傢伙好噁心喔 呃 呃 冰凍樹什麼的 呃 再也不好玩了 呃 他他他 喔 他他他他 稍微沒有動了 啊 你很乖 那我再來個 呃 對 他用念力好像也沒什麼用齁 呃 心智老亂樹 他會不會變得乖乖的 我要先等他 喔 他血量好多 一千六耶 來來來來 心智老亂一下哈 喔 他心智老亂了 那我就可以來好好打這些怪物了 喔 我想再試試看這個念力 對這個殭屍有沒有用齁 他應該會掉個鋤頭什麼的吧 欸 他什麼都沒有掉欸 他的鏟子沒有掉 喔 好吧 那就真的沒有用 來把這個長壁怪解決一下吧 呃 好 你好 我真的很想把他的槍給拿下來欸 欸 比如說這個念力 欸 對 所以這個念力就真的只能對玩家使用 那就請這個 長壁怪去死吧 喔 血那麼多 血那麼多 我是應該要拿起我的弓來玩一下啊 我的弓打人傷害比較痛 喔 還行啦 這個砍得不算慢 那我們就這樣把它幹掉吧 有了 又死一隻啦 有沒有掉什麼好東西給我 欸 看起來是沒有 好吧 天啊 我對這個小型的法術祭壇 充滿著失望欸 我們再去最後一個就好了 雖然說我們還有三個可以走 但是其他幾個就在好法師家旁邊而已 所以我們先不要過去 我們可以改天再去好法師家 嗯 來看一下 喔 這邊怎麼都火燒生理的感覺 喔喔 看到了 這看起來不一樣 它這個是 啊 怎麼突然那麼lag 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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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個應該是 呃 是 暗黑魔法祭壇之類的嗎 它會生什麼 喔 是凋零骷髏欸 喔喔 你好啊 凋零骷髏 那這個凋零骷髏我們要不要留著它啊 到時候我們可以再刷個凋零骷髏頭什麼東西的 好像還不錯齁 欸 狗狗在咬它欸 而且狗狗還自動幫我們打 真的好棒喔 喔 天啊 狗狗你們超棒的 來看一下齁 嗯 掉什麼東西 沒有掉什麼東西 呃 誰射我 誰射我 啊 不管啦 我就 嗯 啊算啦 也不用留啦 反正我們到時候 有其他方式可以獲得凋零骷髏頭 欸 看一下齁 裡面有 喔 有啦 終於有一個我沒有學過的法術書啦 呃 那這個東西 到底是什麼祭壇呢 我們來看一下齁 收集收集收集 嗯 然後 呃 再來回收它的資源 它是 暗黑水雞的祭壇 欸 那我們就先回收一下 回家一下 來給各位看一下吧 我們回到我們的 嗯 呃 武器測試間 啊 又消耗了一點經驗值回來了 今天的戰利品 有一點點小小的寒酸 我們獲得了 暗黑水晶符文石 跟 碧綠水晶符文石 這個應該是 嗯 地的符文石吧 還有 呃 神命水晶符文石 跟 聖光水晶符文石 那這些符文石 呃 它們本身應該是沒什麼作用吧 來看一下齁 呃 它們應該是本身是沒什麼作用的 但是我們可以 到時候再嘗試 用其他模組的分解方塊 來把它們 分解回那些水晶 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來做 它們對應水晶的 一些 法杖了 像這個治療法杖啊 還可以做 這是什麼 符文 符 符文石作 這玩意兒可以幹什麼用 呃 之後可以再來研究看看哈 喔 這聖光水晶方塊看起來 好帥氣喔 那 還獲得了什麼玩意兒啊 嗯 這一個 我們沒有測試過的卷軸 我們可以來 稍微玩它一下 看看會出現什麼魔法哈 驅逐束褲喔 它這個是學徒等級的 呃 它 呃 其實我不知道可以幹嘛的啊 然後我們還獲得了一個 沒有學過的學徒書 不知道有沒有跟我們之前重複到齁 還有RPG模組的這個碎片 從那個 神奇的 南瓜之珠掉落的 它可以做一些 很 帥氣的武器齁 喔 而且它也是有EMC的 所以我們也可以複製它 我們到時候要玩RPG模組的時候 可以再來 玩它一下 先 先紀錄一下 紀錄紀錄 好 最後再來看看這個學徒之書 有沒有重複到齁 欸 喔 不錯喔 這個是沒有重複到的學徒之書 所以今天我們還是有一點收獲的 那麼的話 今天我們 稍微 嘗試一下 我們的念力 可不可以對我們的 怪物 呃 把他們的武器脫掉齁 呃 好像是不行的 它只能對玩家使用 有點可惜 那再接下來就是這個冰凍書 它還是有點瑕疵在的啊 會飛行的怪物 它沒有辦法動住 像那個老鬼還是會持續飛行 有點小尷尬 哈 那下一集的話 我們就再繼續來學習我們的 學徒法術書吧 今天就這個樣子 感謝各位收看 掰掰 訂閱汪汪 大讚汪汪 通報鈴鐺 監視汪汪 覺得香香 記得分享 協助汪汪 煮點母湯 嗯